诸位知识 诸位知识 欢迎一只乡 今日分享 残门公案 黄博西运禅师 黄博禅师 还相貌异于常人 而肩冬气如珠 身长七尺 因此老尊 致已冲淡 聪慧力达血痛内外 黄博禅师 非常的有学问 而且修为很高 有一天呢 她主席在一座道场 在这个道场当中做监院 黄博禅师 开悟之后 她是曾经跟宣宗有过一段精彩的公案 这段公案呢 非常的有趣 后来被唐宣宗揭露出来 大众才知道 黄博一日 游方到卢山 那这个卢山啊 烟雨非常的美丽 所以就提示啊 穿云透实不迟啊 那有这样子的美景 叫做穿云透实啊 远地方至处处高 在远远的地方看到这一座山 才知道哇 这个境界啊 的确是不简单 这境界是什么呢 就看到啊 这个瀑布从云中穿出来 穿透了石头 那在讲这个瀑布的美景啊 其实她也不是只有在讲瀑布 她在讲我们的心呢 穿云透实 那怎么穿 怎么透 你要在远远的地方啊 在至高之点一看啊 才知道 哦 她原来是这样子的风景 那黄波禅师 她这样子来提字的时候 沙密续云 西间岂能留得住 终归大海做波涛 虽然 瀑布穿云透实 从高山之处倾斜而下 但是啊 瀑布并不能够留得住 她始终呢 就是要回归到大海 就在讲呢 我们这个生命当中啊 所有的美好的风景 也好 不悦的经历也好 就像这个瀑布一样啊 穿过了云 回到了大海 也不过 就是在大海当中的 一缕波刀 黄波禅师啊 后来就到阎关 阎关禅师这个地方啊 做书记 做监院 这个监院呢 是一个 总管的意思 那监院里面 她不管是总管也好 总理整个寺庙 还有包括总理 所有的法师 师父来到了 这个道场啊 不管你是谁 你就要遵守规矩 这遵守规矩啊 有时候 对一般人来讲 在道场当中 他有他自己的 一个修行方式 但是到道场呢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时候 就需要有一个规矩 那谁来管理这个呢 黄波禅师啊 他就作为一个手座 来管理大众 通常 在修行当中呢 每一个人 都有他自己的一套 如果你要管别人啊 大家 怎么样能够被服 能够被降 那得要 有一定的 等恨和见地 黄波禅师呢 他非常的 有智慧 那 可是 他的方法 是 被一意 所思 有时候呢 他会有一种 很激动的 激烈的方法 那在唐宣宗 小时候啊 曾经 是 在 寺庙里面 做过沙咪 这沙咪 就在 盐关的 座下 做沙咪 黄波禅师 在这个地方 做手作 有一天 黄波 在 盐关的 殿上 礼佛 大殿 礼佛 很正常啊 这沙咪啊 他是做 书记的 是什么 书记呢 他在 这个书记 就是 管文书 有人来 打斋 就写 斋条 挂在 墙壁上 让大家知道 今天 是 上堂 就要挂 一个牌子 上堂 今天 请执事 这个书记啊 就要把所有 相关的文件 准备好 要宣书 那书记 就要把这个 书文 写好 今天有哪些 功德主 所以啊 这个唐宣宗 作为 沙咪啊 他也是领了 一个指示 那黄博成师啊 正在 礼佛 沙咪就问他 不着佛求 不着法求 不着 生求 长老领拜 当 恒恶 所求 我们一般 在 残门 不是不执着吗 就像 那个 瀑布 一样啊 他 总是 要回归于 大海 做 坡刀 那即使 是 坡刀呢 也是 一个 假象 他 其实 跟大海 本体 无二 无比 那现在啊 长老 你跟佛 在一起 佛 就是你 你 就是佛 佛心 等同 凡夫心 凡胜 体同 那你为什么 还要求呢 难道求 是一种 执着 你心中 有所执着吗 黄博成师啊 就 说 不着佛求 不着法求 不着 生求 常理 如事事 我们要 利佛啊 还有这么多 这么多的 规矩啊 这规矩 是约束 我们的执着 但是 我们既然 不执着 为什么不能够 礼佛呢 不着佛求 不着法求 不着 生求啊 我是不执着啊 不执着于求佛 求法 求生 礼佛 就是礼佛 常理 如事事 那 这个虾咪呢 就说啊 那既然如此 你又 何必 礼呢 用礼 何为 就是 那你何必 礼呢 有什么好礼的 既然不执着 那你 礼佛 就等于 执着 不执着 就 不用 礼佛 这是他的逻辑啊 结果 结果 黄佛啊 就马上 打了他一巴掌 这 沙咪就 非常惊讶 哦 这 手作打人啊 实在是 太 粗声 很粗鲁耶 怎么搞的 那 黄佛就说啊 这里是什么地方啊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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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 也说 你在 大殿 大殿呢 不是不执着吗 不执着 哦 那你还在那边说 粗鲁 说细行啊 随后又长 又大了他一巴掌 这 唐 圈中啊 他在这个 心法上 是有所领悟啊 但是呢 他落到一边 哪一边呢 既然不执着 他就落到 执着 不执着这边 哦 所以他认为呢 他是不执着啊 所以 他就不用礼佛 那 黄佛禅师啊 他说 常礼如事事 还是可以礼啊 我们 用不执着的心 礼佛 就是一种礼佛啊 沙米后来 继承 王位 是唐宣宗 所以就特别追风 黄佛禅师 粗行禅师 黄佛 他是一个 很自在的禅师啊 即使他被封为 粗行禅师 他也不以为意啊 该说的就是说啊 那我们在 修行当中啊 就常常落入了 这种执着 既然 修禅 落入空 是不执着 那对于 修行呢 哎 就觉得啊 自己对于 这个净土法门 就有一点意见 他说啊 你要去往生 极乐世界 你就是一种执着 去西方 一心念佛 你就贪图 极乐世界 那这个就是一种贪 这是一种执着 事实上呢 你虽然不执着 极乐世界的 黄金为地 流离为池 诸上上人 聚会一处 这种殊胜清净 但是你不妨碍 去去来来呀 真正的修禅之人啊 他的心中 就是净土 他到哪里 都是净土 那为什么一定要 不去极乐世界 不念阿弥陀佛 来表达 我的不执着呢 那表示啊 我们的心 是没有真正的通达 什么叫做 无助而生心 在六祖坛经里面 法达法师 也是如此啊 他见到六祖 请示了法华经 明白法华经的 义理之后 他就问六祖 那我现在开悟了 我用不执着的心 已经明白 法华经的道理 以前念了三千步 却产生了执念 那是不是现在不执了 还不用就不用念经了 那我现在念经 会不会又执着呢 六祖就说啊 经有何过 起障有念啊 那是经典的过失吗 是你的问题啊 你念跟不念啊 执着的人念也执着 不念也执着啊 你不执着的时候呢 那当然你念也是功德 不念也是功德啊 所以最重要的是你自己 不是要不要念经拜佛禅作 心平何劳持戒 行职何用参禅 但是我们要问自己 心平了吗 行职了吗 如果我们还有执念 何妨用礼佛 拜颤 来改变自己的心呢 这都是方便法门啊 如果你还在此案 还没有到彼岸啊 那为什么一定要表达自己不执着 然后坚持不上船呢 坐船这艘船啊 是帮助我们从此案到彼岸的工具 不是这艘船 不是这艘船害我们执着啊 那我们坐过去的 到了清凉的彼岸啊 你就不要再坐船了 不用背着这个船 在路上继续走 所以啊 自己就要懂 八万四千法门 不是因为你入了残门 你就不可以念佛 你入了伯门 你在净土 你就觉得这个修禅啊 会落空 你以前修密教 我就觉得密教啊 密圣是非常殊胜 险教呢都不够 深入 好那现在在写教呢 就觉得密教啊 哎呀 有这么多的规矩 繁繁复复 所所碎碎 其实所有的法门啊 主要它是好的方法 可以让我们不再执念 那就是好方法 那如果这个方法 虽然很好 可是我非要用这个方法 不能平静 那我们就要检查 是不是产生了执着 所以这个就是修行 要有一种正确的观念 跟态度啊 那这样子呢 所有的法门 都可以同归无二之门 所以方便有多门 归原性无二 那这个就是修行 非常重要的观念 你所有的法门 都可以帮助你 明白 心性 所以黄博草师啊 他对于沙咪 对于宣宗啊 就有这样子的 指导 那一般 受得了 就很受用 受不了啊 就像这个宣宗这样 哎呀 你怎么这么粗鲁 还打人啊 其实啊 宣宗很开心啊 才会在当宣宗之后啊 还特别为这个手作啊 冲冲 出行禅师 加封的时候呢 有一点戏虐 要纪念他们这一段过往 所以这是黄博草师 很有名的一个公案 那今天呢 我们跟大众分享这个公案 的确给大众一个很好的省思 我们是不是在这个礼佛当中呢 产生执念 那如果不执 要不要礼佛呢 常礼如是事 时间不多 大众继续精进用功 狂心顿歇 歇 几 不提 你